OK 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一个 Airbnb哦 那我这个频道呢 好像还没有开箱过 Airbnb类型的这个主店吧 那我今天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Cheraz Mall 里面的其中一间Airbnb哦 那我等一下开箱给你们看 我住的这一间它整个的状态 跟一些提供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你们想住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连接下方呢 去找到这一个房型啦 那我今天住的城市在这个23A的这个area哦 然后带你们走看一下整体的流程 噔噔噔 以往无际的KL景色 哇塞 这个机关你们觉得如何呢 Alright 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一间 Loft形态的这个Airbnb啦 那现在已经是早上了10点多左右 那我已经住了一晚了 那我整体来说呢 是非常不错的 它就真的是一间家的感觉 那这边还有一个超大的这个落地窗 你看这个阳光打到我脸上的感觉 是不是非常不错呢 整个很自然 那我先去带你们看一下这一间 它这个的形态吧 那我现在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大厅 那这里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整片的落地窗 虽然讲不是落地窗 整片窗口 OK 这个饭桌 大概长这个样 那这里呢 就有它的沙发 然后电视机 然后呢 还有这里小厨房 还有一个冰箱 嗯 可以放里面要放的东西都可以的 都有在运作 那这边还有一个饮水机 那楼下也有一个小小的厕所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洗衣机给你洗衣服 厕所 嗯 哈喽 OK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二楼的房间了 那这房间呢 可以睡三到四个人 有一个大床跟一个小床 我这边还配了一个projector 可以直接看影片之类的 下面放给你们看 那这里呢 二楼就有一个厕所跟一个领域间了 那这个领域间可以冲凉 只是如果要冲凉的话就只有一间 上厕所有两间 楼上跟楼下都有 那这边有一个橱 衣橱跟一个镜子 那整个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的这个Loft的 Airbnb 就开箱到这个area 那你们觉得这一间如何呢 你们会不会想要在这个KL旅行的时候 租上这一间Loft的 Airbnb呢 我忘了说一点 那这一个呢 这边一晚的价钱就是191块 那如果你在可能假期 还是这个Value里外来的话 那价钱呢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的啦 那我平常日呢 现在是拜星期四跟星期五 这期间的话 就是190多块这样子 200块 那一晚可以住四个人 那平均到来一个人差不多50块的话 我是觉得相当的划算 这边的 livres 你需要的一些多景品 那现在可能会 plum不差 那还可以买多的 为什么呢 来了 说 documentary 那个 OK那我现在在的就是这个双溪茅鲁这边的这个麻风病院 但是这边已经被废弃了 那之前呢这边就是负责照顾那些麻风病人的 那这边的超级多座的这个房子 这边周围现在已经是被废弃的这个状态了 换了个小看 i know you i know you